吳安您好 歡迎收看一眼星邦 台北股市呢 今天是大漲一百八十八點 收在一萬九千九百一十四點 成交量是四千五百五十五億元 尖盤是如何分析 我們現場為您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品豐大中華投顧的蔡豐盛分析師 蔡董好 明娟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歡迎郭大怡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檀面上的觀察 我們現在請教蔡豐盛分析師 好的 感謝明君各位 台灣股市昨天跌了一個五十九點 今天馬上講了一個一百八十八點 全球股市都這樣沒有 唯獨台灣股市最強 所以說台灣股市一直就是你最好的一個標的 這已經無庸置疑了 所以說以整個的一個盤面上來說的話 那支也不會突然之間明天就縮手 所以說縱使明天的盤勢回檔 因為畢竟昨天週一效應 再怎麼樣還是跌五十九點 所以說這種震盪盤就像今天開低一樣 都是必然的 但是只要你挑對好股票的話 應該天天有漲停板送給你 就像蔡老師的節目不就是在關心你嗎 是不是 所以說你可以來驗證看看 先把蔡老師的一個祝福放在你心裡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說過 投資就是認知的變現不會改變 能夠跟你講得這麼坦率的 我相信這種盤後分析節目很少 尤其蔡老師的節目又是早中晚都能夠出現在你面前 我希望能夠進一步得到你的尊重 希望認定一言新邦就是投股界裡面最好的一個分析節目 蔡老師就是最棒的分析師 就是要守護你的 各位知道昨天3月11號大盤再怎麼讓尾盤有拉升上來 所以這個禮拜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你不用怕跌 因為低檔有強大的支撐 有買氣 各位對不對 那我昨天也大概的看了一下 這個外資賣也正常 投信買也正常 對不對 自營商也買對不對 關鍵是這個 你有想過昨天融資又增加37億嗎 全部玩隔日沖 各位也就是說昨天的一個大盤大跌 業內勇於買進 那業內勇於買進的原因 當然也有好幾個一個因素 主要的因素就是 賺錢給那麼大聲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波到2萬點 各位是不是 是吧 如果說是去年12月或者1月 可能沒那麼大聲對不對 但是現階段業內賺了滿股票的錢 所以他也勇於做一下隔日 從這很正常 這個 這個無可厚非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 其實美國股市也都沒什麼漲 對不對 只有道瓊漲46點而已 其他都跌 那日經今天開盤也最低跌了500點 只不過上午盤的一個下半場 也是把跌勢來做一個收斂 那台灣股市呢 一開盤當人跌 要反映一下美國跟日本 因為日本是台灣時間8點開盤 都要有參考信對不對 所以今天開平之後 直接殺低到跌了61點 然後馬上一波波的一個往上走強 那走強什麼個股各位 這個不用賣關鍵 因為蔡老師天天跟你講 我都希望你驗證 各位 今天的一個收盤價 是歷史新高 雖然沒有來到2065點 但是那種2065點是不好的 就這樣說開高之後直接殺下來 所以那一天行政院長 被這個在野黨的立委質詢 有一點 講快了 應該是等比方來說 最近幾天收盤價 站穩2萬點 再去問那個立法委員 你不喜歡嗎 各位對不對 是不是 不然立法委員當然要拿什麼喜歡 那一天漲371點 馬上就打下來對不對 雖然尾盤漲91點 但是也有可能人家買錯做錯方向 對啦 大家如果自私一點 都以自己的一個心態為立場 當然就是等於反社會的一個行為 不要這樣好不好 蔡老師教導你 一定要走正確的路 不要去反社會行為 來 我不是跟你講說很多個股在拉 但是事實上那些是不適合賞戶買的 比方來說都衝高的很 就是很 很高啦 然後包括他的一個賺錢也賺不多 那我們不能講說炒作 那是人家的本事 各位 人家能夠調動那麼多錢 這樣子去買股票 也是他的膽量 不只有本事也是膽量 因為如果沒有順利出貨的話 那個賠起來好幾十億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上禮拜的震盪 尤其要到兩萬點 你要留意喔 因為目前密 就是密集的要來宣布 上市貴公司配息 那如果配息不理想之後 當然啦 法人不會買 那你倒給誰啊 賞戶也不是笨蛋 對不對 賞戶原則上都當沖 當沖三天就沒錢了 每天輸5% 每天輸5% 第三天就輸15% 還跟你那邊長相失守等股息啊 各位是不是 賞戶都被政府拆掉嘛 當沖都拿了整塊錢 不然你去訪問一下 各位 街頭巷尾的那一些 做當沖的怎麼玩的 各位是不是 來 這是上禮拜五 有沒有 大盤大震盪的時候 我跟你講世界先進 我說很多個股衝高上去 但是他的一個殖利率根本不到1% 那也不曉得後面那個公司派 包括業內要出給誰 所以有時候他們持續拉 有時候也是慌了 因為你不拉股價就崩下來 所以只能在自己拿錢 把它墊上去 所以那些是假象 各位你懂意思嗎 能夠賣出去那才是真功夫 賣出去才是真功夫 這是上禮拜蔡老師跟你講的 世界先進 禮拜五下午 馬上公佈營收 雙增月增5%年增24 好到爆 但是我上禮拜跟你講的時候是什麼 是這個 他去年賺了4塊5 結果公司派配息4塊5 股價70塊 所以殖利率6%多6%多 可是我不是跟你講說 這種全球的一個資金看到這種訊號 尤其又是大型股 絕對的禮拜八 台積電的子公司世界先進 你知道台積電殖利率不是不到3%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各位你知道 他的子公司超過6% 當然會大買 然後你看禮拜六 然後馬上寫這個 說世界先進二月營收 因為它是上禮拜五 3月8號公佈的 優於預期 那有反應嗎 事實上沒有反應 昨天蔡老師在講的時候已經收盤了 也沒有反應 我還是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試貨的本來就不多 如果大家看到都試貨 那早就拉漲停了 但是蔡老師的專業 不容許你質疑 各位你知道嗎 不然你看看昨天 照理講白的老師都在講漲停版 我昨天還跟你講世界先進 蔡老師不是很有 堅持 很有怎樣 絕對正確的看法之外 不然就是我腦袋 是恐怖力 各位對不對 是腦袋有問題的 不然昨天世界先進也沒漲 各位對不對 但是我依舊認為我是對的 是不是 月增年增 包括佩席 殖利率6% 那你今天要不要還給蔡老師公道 你看外資也都沒有在賣 當他反手買 你就買不到了 就會天天漲停 他昨天也沒有買 是不是 我剛剛講說15天裡面 外資只有一天買的心不甘情不願 15天裡面有14天都大賣超 賣世界先進 賣出一個底部 所以外資也不見得是對的 各位今天的世界先進 嚇死你 比鴻海強 全市場都圍繞在鴻海 我是有一點問號 因為我搞不清楚 外資去喊進鴻海嗎 不是啊 外資是喊進富士通啊 各位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聯想鴻海 那問題在鴻海昨天莫名其妙漲 今天又漲 所以我在想說是鴻海董事會要宣布他的配股配席了 因為目前大家玩這一招 各位你知道嗎 當然不管如何我也祝福鴻海 所以你看今天世界先進拉升到漲停板 尾盤是鎖漲停啊 導播辛苦一下 五三四七的世界先進給大家看一下 你就看出這個是真功夫啦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各位 812嘛 對不對 在昨天呢 你看我在講的時候 你如果有聽進去 你一天10% 而且這是163億的股票 你給我講說 蔡老師的功夫是不是市場第一名 所以我沒有在做浪費時間的事 我都做很有意義的事 當然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幫到你 如果你需要蔡老師的專業幫你的話 我當然不讓 我一定要幫到你 來 二聖森林的台積電 來各位 二月份已經說我當然覺得不好 市場也意圖要把它講好 說最強二月嘛 我認為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漲太多了 所以如果它能夠2000億的話很好 結果它才開出1816億 那我的解讀市場上反應 就正向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就跌了 昨天最低跌20幾億 不是20幾億 快 對不對 最低跌23塊 那問題又來 昨天蔡老師看到台積電跌 我也把台積電鼓勵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其實台積電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的弱勢 只不過一天的反應是合情合理 急跌就是好買點 今天的台積電遇到的衝擊是什麼 ADR大跌5% 全世界都在賣 那我們這個市場要跟外資聯動嗎 各位事實上當然沒有 台積電今天開盤跌12塊 22塊 然後拉了16塊 所以台積電尾盤漲4塊 起4塊 各位我認為也很好的 你如果真的去買在這個796 當年你現在還賠錢 但是買的人很少 台積電拉上去不是在買進的 是讓你獲利出場的 各位你知道嗎 買台積電要急跌才去買 知道 各位蔡老師跟你講台積電 應該是市場上公認第一名的 每天一定要花時間跟你講台股的一個權王 不是純粹的只問你2萬點高不高興 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每個投資朋友 看蔡老師的節目每天都高興 但是要有所本講什麼 我近期跟你講說台積電找賣點 什麼找買點聯電 上禮拜三 3月6號 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給你抓出來 3月7號禮拜四 聯電拉上去502做收 然後公佈營收 年增3% 雖然一樣月減8%那沒關係 因為年增才是真正的買進訊號 結果他出現年增之後 對不對 禮拜五拉到53塊 53塊震盪 因為這種大型股1252億 對不對 合情合理 對不對 是吧 但是禮拜五的時候三大法人全部買超 外資買超第一名 台積電還買超第二名 昨天3月11號 聯電稍微的一個短線的一個回檔也沒回檔多少 因為他已經突破突破的拉回對不對 今天的一個聯電各位 我這邊寫522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聯電收盤是525 你放到這個K線 聯電的收盤價是續創波段新高 導播辛苦一下2303的一個聯電給大家看一下 收盤是525嘛 沒錯嘛 各位對不對 好來 聯電就算了 來 上禮拜五我還跟你講宏基 翁老師你都這個 呼啪呼 各位對不對 都在經濟在大型股 各位不是啦 目前的題材就是季報 就是年報 再來是什麼 配息啦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要回歸產業面 那當然啦很多業內的買盤啊 他還是在衝衝衝嘛對不對 衝就是為了要出貨 不是為了幫你賺錢啦 所以你要自己留意好不好 我今天既然會這樣跟你講 就是希望你能夠避掉啊 後面的一個震動 下殺 不是今天台光店不是大跌了嗎 金箱店不就大跌了嗎 宏基 明明是底部明明是破底 真破底翻耶 各位 你看看二月份營收月增5.81年增9.79 對不對 這昨天稍微的小漲而已 是不是 今天的宏基拉到47塊以上 尾盤我沒記錯47.05 47.05 是不是 所以我才會講說 你一定會很喜歡 指數漲沒感覺 但是個股 尤其這些大型股 一檔接著一檔的漲 你一定太高興了 我希望大家都開心 所以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們面對的是輝達還沒有漲 輝達還是在下跌第二天 操委也一樣 對不對 然後說美操委也一樣跌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其實AI的一個個股 高價股市新也在盤落 對不對 微銀也一樣 營收不錯 但是他沒有漲 所以同樣的昨天偽創拉長上引線也是如此 廣達今天不錯 因為他營收雙真 所以今天有買盤 昨天也有外資進場買 但是技嘉還沒有表態 只有3017的齊鴻 今天收盤價 續創歷史新高 那是因為外資圈 搭配雙鴻 兩檔個股 雙鴻跟齊鴻都把它調高目標價 所以也希望不是炒作 希望他真的是股價要往上衝 所以二月份的營收 尾創跟廣達是唯一雙真的 其他的 月減 年增 最差的大概就是光寶科跟台藥都是雙減 好不好 所以你來看看 看看今天晚上的一個什麼 揮達會不會反彈 因為揮達 各位 黃仁勳說十年要增百萬倍 廣達跟尾創會迎來更多商機 二月份營收也全部公告了 有十七家創新高 上個月是五十七家 去年同期是十三家 所以我認為也是正向表列 所以說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佔領認知的至高點 勝利將會首到勤來 蔡老師的節目 感謝各位熱情的收看 持續的獨佔凹頭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加油 還沒有加入LINE生活圈的 也都不用少什麼QR Code 直接搜尋屏風大中華 好不好市場 正派經營的公司 投信投顧 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 全力的支持 你一定會很認同蔡老師的節目 所以蔡老師也給各位方便 吉隆武村快閃行動 給各位最大的溫暖 希望你不要錯失了 好不好 戰勝恐懼的秘訣 就是槍在手 請你一定要趕快 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我們把節目時間先交還給明君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 回來繼續請蔡老師幫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憶恩新邦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 感謝明君 來 趕一下進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我說過台股多空無常事 唯獨產業選股 才能帶領你見真章 來 昨天也跟你講 面板雙弧就是要選定友達 各位 友達昨天 有不一型反轉的一個架構 的那個氣勢 我不曉得你看得懂 看不懂 但是起碼蔡老師 也都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今天的一個新聞這樣報 我就更踏實了 為什麼 他講說友達三年股東報酬計畫 跳票太棒了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利多 所謂的底部 就要所有的利空都出來 那他裡面 我只看到一個訊號 就是他原先 三年前 賺了600多億 賺了6.44元 結果要分三年 說要發給股東 結果前兩年又大賠 怎麼辦 跳票 跳票了 所以公司拿資本公機出來發 各位 今年以資本 資本公司要發放這個0.9 加上過去兩年3.8 總共4.7 原先要發所謂的一個多少 一個6.4 對不對 這距離比較近 當然我認為這個動作是有效的 公司派做多 所以你看今天的友達 就這樣拉尾盤 你群創還沒什麼長 友達是盧破除 各位對不對 是不是 再加上 七八月的一個什麼 巴黎奧運 面板差不多都起這個時候 所以面板驅動IC 天域昨天拉到258 各位有沒有看到天域 昨天 今天3月12號天域最高拉到264.5 天域當時 蔡老師跟你講的時候245 也是這個意味 各位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的什麼 八冠 這昨天晚上講的 今天來到139 昨天136 那今天晚上要講的 我也很抱歉 拉漲停 我也想說送給你們 讓你們去賺漲停板 但沒有辦法 結果是送給我的學員 加油啦 希望日後不要再 你再犯這種錯誤 希望還沒講之前 你就已經是 蔡老師的學員 都已經買好了 各位好不好 我也祝福你 3014的一個聯陽 今天也是波段新高 對不對172 各位是不是 有沒有 還有什麼 你看天天跟你講的黃昌 各位 今天竟然再拉到52塊9 黃昌 我那時候講的28塊 是不是 對吧 還有什麼 創建 116.5 歷史新高 那時候講的時候多少 94.7 有沒有看到 是吧 還有什麼 各位 創建 873 我講的時候80塊6 是不是 所以各位 其實知識的投資 你才能夠獲得最棒的利潤 就像你從小讀書 就想要當醫生 當什麼 一個偉大的一個願望 都是要從你 求知識這邊 開始萌芽 所以 蔡老師也邀請你 蔡老師的節目 每天都不可以缺席 還沒加入 賴生活圈 又講問問題了 趕快搜尋品封大中華 好吧 你一定要靈活操作 才有辦法趨吉避凶 你追高殺低 你後面是徒勞無功 所以 吉隆武村快散行動 滿足各位的需求 蔡老師也釋出最大的溫暖 邀請你趕快跟上來 好吧 戰勝恐懼的秘訣 只有一項 叫做槍在手 一定要跟著蔡豐盛老師走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還給明君 好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本公司一所推薦分析之個別 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應該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致付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了 我們再會